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一個長方形的長跟寬分配是A跟B 如果A跟B滿足這個方程式 那麼他問說 擇齒長方形的最大面積多少 這個面積A 四樣子等於A乘B 也就是他要求這個最大值 那我們現在用那個算子不等四 二分之2A加B 大於等於根號多少呢 這個乘以這個就是2AB 什麼時候等到成立呢 就2A等於B的時候等到成立 他只是要求最大面積 那我現在呢 這個是12 所以這是等於6 那我兩邊給他平方 這36 大於等於2AB 所以這個AB 小於等於18 那這個就是面積啊 面積最大是等於18 所以這一題答案是18 到達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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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於8 2